6月2日至7日 由纳米比亚、南非、赞比亚、布基纳法索、澳大利亚、智利、新加坡、日本等15个国家的20余位驻华使节 外交官及外国驻华机构代表组成的2024驻华使节贵州型代表团 来贵州参观考察大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发展情况 在贵州访问期间 代表团一行先后参观了位于安顺的巴林河大桥及桥梁博物馆 位于平堂的天空之桥观光服务区 贵州高速公路上 造型不同的桥梁、隧道及沿途的风景 让代表团成员木不辖接感触良多 我认为中国的桥梁建设非常迅速 他们做了一个很高的工作 我们已经有很多东西的社会 在我国内做了很多建设的工作 我认为当我们需要做一个很高的工作 在巴林河大桥上 南非驻华大使谢盛文走上玻璃栈道 感受行走在高空的刺激 这座大桥带来的桥旅融合发展之路 让他赞叹不已 包括那种人的城市 和观光景地的出品 是非常好的经验 因为这会来实际到地方 部带是工程中安排的地方 只要有人民认为 但这种作者的方法 区认为责任和巴林河大使 在考虑的社稳性 是非常重要的 贵州境内山高谷深 沟壑纵横 昔日这样的地形地貌极大阻碍了民众出行 也制约了贵州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如今的贵州一座座大桥拔地而起 连高山 岳峡谷 跨江河 让天嵌变通途 目前 贵州已建和再建桥梁三万余座 世界高桥前100名中49座在贵州 此次贵州行 代表团一行乘车通过高速公路 辗转在贵州的城市与乡村 在行驶过程中 代表团成员们切身体验到 一座座大桥架起了山与山的连接 一条条高速公路拉近了城市与乡村的距离 所以他们努力的路线 努力的 infrastruktur 让人们更容易承担任 任何他们在做 在我的国家 我们学习从这里 要承担到贵州 你必须帮他们的发展 所以中国政府的发展 发展到发展 帮他们的发展 也就是在社交平方向的地方 政府是在社交平方向的社交平方向 也就是要保持人的地方 因此,人們被人拖延離了 人們被人拖延了 在西方,我們相信 如果您不建立的 infrastructure,您可以增長 它會讓您交流不同的地方 從你的市場、你的村子 is only when your people are able to move, when the goods are able to move and you can trade, you can grow.. sell your things, you can buy something. So creating this road infrastructure now, I understand when the old saying is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say, if you want to be rich, build the road. I had a first-hand experience, because, as I say, it touched me. 大桥建设成本是多少 大桥可以使用多少年 代表团一行在参观巴林河桥梁博物馆时 不断向贵州桥梁集团的工程师和相关负责人询问情况 在贵州桥梁集团相关负责人高炫看来 这是贵州桥梁走出去输出贵州桥梁技术和经验的好时机 目前贵州桥梁集团在尼日利亚西非建立了办事处 未来希望参与到更多国家的桥梁道路建设当中 我们有信心 我们也有能力在世界的任何地方 不管是参见还是依托政府投资的形式 参与世界各地的基础设施的建设 不光是参见 还有能力去和国际的同行同台竞技 同时和他们分享交流行业的技术的经验和管理的经验